孫貴婷 你也害怕 你嚇叭 你嚇一跳 本宮特別喜歡小鮮肉的 不用怕 我不是說你的 不用怕 想不到說一句對白 他也會怕 糟了 我真的要修斂一下 这个后宫从来只有你和我在这里斗 这个当然是如飞两娘 这个后宫从来就只有你和我两个在这里斗 本身《金之玉玉》这个戏都是一个 我心目中第一的精品公平剧 大家可能会误解它是公斗片 我静静觉得它是告诉你公斗是什么 但是大家都逃离这个公斗 对一个中国女人来说 精粗比任何事都重要 这个一定是狗姑娘 这场是我最喜欢的第20集 狗姑娘是一个很厉害 很厉害 柱变不惊 狡猾有智慧 其实我没有当她是女人 两夫妻可以相处这么多年 你以为只是爱 妆龙扮雅都很重要 这个当然是马淑相说的 两夫妻可以相处这么多年 你以为只是爱 桑龙扮雅都很重要 很多时候在中年出事 都是有些因素是因为男性的中年危机 就是婚姻满 因为女性其实在婚姻里面 满她有很多事情做 女性都可以分享很多事情 我去扮一下漂亮也可以 我去做瑜伽也可以 我去臭仔也可以 我去学东西也可以 女性反而未必会选择 冒这个险 去令自己没有那么满 但男人呢 尤其是去到中年 如果她不是很成功 去遇到挫折 男人其实难过度 因为男人是常常有人养慕的 希望养慕她 她就会觉得很严重 但你做了两夫妻这么久 你会常常有这个 好养慕你 其实都不容易 尤其是如果有小朋友 对了你这么久 不骂你已经很好 所以男性去到中年的时候 会很容易受不了那个誘惑 未必是外面的漂亮一点好一点 是因为她塌 那小时候的女孩 很容易会爱慕仰慕她 那男性很容易就入了这个附近 你会不会考虑一下 跟我一起踩钢线 你说如果我踩一刻 是会在一个钢线那里跌下来 你知道吗 我最想她做的 陪着你 我最想她继续吓 不要看着你 看着我分成水骨那样 不要对所有事都这么执着 或者不要对一些刺眼的东西放大 始终两个人生活几十年 怎会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今次你坏就我原谅 下次我坏就你原谅 我一定要这样才能 可能一直到老到死 所以有些事应该要装囊扮瓦 过去有没有错过这些男朋友 都可以做老公 没有 哦 真的吗 是 我其实以前的我 很多都是错误的恋爱 所以根本没有想过那些会是老公 我唯一有一个是考虑过会是老公的 但是最后我都尽我能力去 希望可以工作 但是都不成功 所以既然不成功 也都没有一个错过 因为我身边 无论家人也好 闺密也好 其实都不是很多个人 他们都已经有婚姻了 每个都 他们都跟我说 不一定要结婚的 即是过来人 我才觉得 你们全部都是过来人 但是为什么跟我说话 我不一定要结婚的 那些男性朋友 就直接斩钉截铁 跟我说不用结婚了 这些是男性朋友